大年初四 整个魁姜仪化倒是已经开工了 姜仪化她也谈到 这几天不只忙国事 还得处理家事 因为呢 心疼她被骂 太操劳 她住在基隆的姜妈妈 都一直不希望姜仪化接下院长的职务 还一直念她 为什么要一直做呢 不做不行吗 过年闭关了好几天 准行政院长姜仪化 大年初四和小朋友来场羽球PK赛 18号即将正式上阵 国队儿子要接手院长的职务 姜仪化的老母亲很不愿意 母亲对我从政 她是觉得很心疼 因为她觉得这个时代就是压力很大 挑战很多 所以她一直都希望说 我如果能够早一点回去学校教书的话 她会比较放心 她就说 别再做啊 肝不可以 她就说 我要一直做 做到当时 她就常常这样讲 母亲的心疼和不愿意趁着春节期间只好努力说服 不过家里的反对党不只是姜妈妈 男的在镜头前写起毛笔 原本答应太太退休之后要好好练字的姜仪化 这下退休计划得一言再言 将来如果说公务告个段落 我想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每天写 我想过几年我就会满足她的心愿的 利口气得同时说服两位姜太太 为了无缝接轨 即使是新春期间 姜仪化也是约了新内阁成员频频会面 丽萍有感政治 经济有feel 新春不打烊 这个网续和猪汉简正风台北桃园采访报道